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美国就业市场的那些事 最近啊,美国就业市场的一些数据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 一会儿说新增非农就业减少了,一会儿说失业率上升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美国经济会不会陷入衰退呢? 别着急,咱们今天就来好好分析分析 1.7月美国就业市场相关指标走弱超预期7月份 美国的多个就业指标走弱的有点超出预期 这让大家对美国经济衰退的风险有点担心起来 比如说,7月的非农就业报告就不太好看 新增非农就业人数比预期少了好多 只有11.4万,比6月份还少了6.5万 而且失业率也上升到了4.3% 还有啊,7月的ISM制造业PMR也超预期回落,降到了46.8 这是2023年12月以来的新低 首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也在7月底出现了跳声 不过,大家先别太紧张 这些数据可能有点扭曲和扰动 也许夸大了就业市场的放缓 比如说,非农数据可能受到了飓风和气温的影响 虽然BLS说飓风对非农数据的影响不显著 但是7月因为天气原因,没去上班的人增加了21万呢 从德州首身人数的变化就能看出来 飓风登陆德州后,首身人数上升了约2万人 而且,美国气温偏高也可能降低大家工作的意愿,减少就业 就金山联储的模型显示 气温偏高可能压低非农就业约1.5万人 再从州层面的就业数据来看 德州和密苏里州的新增非农就业波动比较大 德州自2014年以来,只有在疫情时期连续两个月新增非农就业为负 但今年6到7月连续两个月都是负的 这可能是因为飓风等一次性因素的扰动 密苏里州则是出现了新增非农就业的大幅下滑 7月新增非农下降了22.4万人 这是近十年来除了疫情以外的最差水平 还有啊,7月失业率上升 主要是因为临时裁员人数增加了24.9万 约占7月失业人数增幅的七成 对失业率的贡献为0.15个百分点 不过,剔除临时裁员后 失业率其实是4.1% 从州层面看 对失业率有一定领先性的 周度的失业率扩散指数有所上升 但仍低于警戒线 而且部分州的失业率上行 可能是受到了暂时性因素的影响 比如密歇根州的汽车厂停工和德州的飓风 另外,首身人数受到了一些外部因素的扰动 比如德州因为飓风 首身人数明显跳升 密歇根州因为汽车工厂重组暂时关闭 首身人数通常会在6到7月上升 明尼苏达州因为法律允许教育行业的工人 在暑期领取失业保险金 首身人数会在暑期明显升高 不过,剔除掉这三个州后 首身人数整体还是符合历史季节性规律的 最后,ISM制造业PMI 对短期就业的指示意义有限 而且波动比较大 它对美国经济指标的解释力度 整体不如Market、PMI、7月Market制造业PMI 有所回落,但幅度小于ISM制造业PMI 所以,美国制造业的实际增长动能 可能比ISM制造业PMI显示的要好一些 二,这次不一样 虽然萨姆规则被触发 但这次经济未必陷入衰退萨姆规则呢 是判断经济是否陷入衰退的一个经验规则 但这次可能不一定适用 在1953年以来 萨姆规则有14次被触发 其中11次伴随着经济在一年内衰退 所以大家通常会把萨姆规则 作为判断衰退的一个触发器 不过,萨姆规则触发的时点 通常晚于NB12确认的衰退起始时点 一般滞后2到4个月 而且,历史上也有触发萨姆规则 但没有衰退的情况 比如1959年12月 1976年11月 以及2003年7月等等 这次失业率上行 主要是因为劳动供给增加 而以前萨姆规则被触发时 大多是因为劳动需求明显降温 具体来说 移民的大规模流入 导致劳工供给明显增加 推动了失业率的上行 2023年以来 移民的大幅流入 推高了美国的人口增速 CBO预计2023和2024年 每年净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0% 大幅高于2010到2019年 0.3%的均值 移民大幅流入 可能导致移民的失业情况 比本土居民更严重 历史数据显示 移民大幅流入 领先于移民和本土居民 失业率之差三个月 7月外国出生群体的失业率 就超过了本土出生群体 彭博还指出 2022到2024年 新移民美国群体的失业率 为11%左右 大幅高于外国出生人口的 整体失业率 而且2021到2023年 人口净流入较多的国家 2023年的失业率上升也更明显 不过大家注意 2024年上半年移民可能有所放缓 美国南部边境逮捕人数较此前明显放缓 同比增速从年初的12% 大幅回落至6月的9.8% 移民流入放缓 可能会滞后拖累下半年的非农就业 但未来也可能缓解失业率的上行 再从历史规律来看 以前萨姆规则被触发时 劳工需求明显降温 2000年以来触发萨姆规则时 美国岗位空缺总劳动人口 整体的均值为2.7% 明显低于当前的4.9% 这说明以前的劳工需求整体偏弱 而且失业群体可以按照失业前的状态 分为从就业状态到失业的群体 和从非劳动力人口状态到失业的群体 新进入尚未找到工作的移民 通常归属于从非劳动力人口状态到失业的群体 数据显示 1980年以来 这次萨姆定律触发时 从非劳动力人口到失业群体 占总失业人数的比例高于历史水平 这说明供给对失业的影响比以前更大 从当前的主要经济数据来看 这次的劳动力市场环境比历史同期要好 这次触发萨姆规则时 失业率为4.3% 大幅低于其他触发萨姆规则时的失业率均值6.7% 而且触发之前的失业水平也处于明显的低位 这次触发萨姆规则时 新增非农就业为11.4万人 是1960年以来第二高的水平 除了当前和1974年 其余时期触发萨姆规则 即以前的4个月内 新增非农就业均出现过转付的情况 从NBER定义衰退的6个关键指标来看 目前各项指标的水平均高于各个衰退期的均值 整体还是比较健康的 3.美国就业市场日益接近正常化 当前仍然只是降温 距离衰退可能仍有距离美国就业市场 其实正在日益接近正常化 首先 劳动供给和需求的缺口显著收窄 2023年三季度以来 美国劳工需求见顶回落 但劳工供给延续了回升态势 导致美国劳工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差距持续收窄 供需缺口从峰值的620万人 大幅收窄至130万人 而且以每月平均25万人的速度进一步收窄 其次 被福利期曲线进一步正常化 岗位空缺与失业率的关系回到了一勤前 也就是说 伴随着岗位空缺的回落 失业率可能会上升 再次 劳工市场的流动性明显下降 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企业的招聘需求 但劳工囤积的现象仍然存在 今年以来 招职企业招聘和离职率均显著下滑 且低于疫情前 这显示就业市场的流动性减弱 联储贺皮书也说 流动性下降减少了企业新招聘的需求 而且部分企业在招聘时会更谨慎 而不是填补所有的岗位空缺 不过 劳工囤积的现象还是存在的 疫情以来 美国在职员工的平均工作时常明显下降 但裁员率整体变动不大 从失业率对应的家庭调查来看 可能低估了美国本土居民和移民的就业情况 Brookings指出 由于家庭调查是根据前一年固定的人口增长预测模型来调整的 没有考虑到移民大幅流入的意外影响 所以家庭调查低估了美国本土出生人口和移民的就业人数 咱们再从周层面的就业数据来看 也能佐证就业市场只是在走弱 距离衰退还有距离 全国层面的就业指标 可能会受个别州的极端数值影响 而周层面就业指标 能够提前反映就业指标的变动趋势 我们主要通过周层面的失业率扩散指数 首身人数 以及费城同步指标 来跟踪周度的就业环境 截至7月 周度的失业率扩散指数 从年初的接近0%升至55% 这显示周度失业情况出现恶化 但仍低于60%的警戒线 从周度的失业率分布图来看 相较年初 失业率位于3%以下 和失业率位于4%以上的周占比均小幅增加 这说明美国的整体失业有所分化 但还没有出现全面恶化的迹象 周层面同步指数回落的周占比也出现回升 上行速度较快 但仍低于1%的警戒线 费城联储利用非农就业人数 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作时间 失业率和评减后的工资水平 构造了每个州的经济同步指数 我们计算了同步指数回落的周的数量 近期就业情况恶化的周的数量 从年初的一个左右升至8个 但还是低于警戒线 首身人数明显回升的周的占比也明显下降 这可能是因为领取失业金的人数较少 今年以来 首身人数大幅回升的周的占比 从年初的15%左右大幅回落 这说明首身情况在明显恶化的周的数量明显下降 不过首身人数并未明显恶化 和近期就业市场的放缓 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背离 一方面 近期失业率上升 可能是由于移民大幅流入导致的供给增加 而非法移民不能参与失业保险 所以不会被首身人数捕捉到 另一方面 失业金的收入覆盖率持续下降 美国失业群体领取失业金的意愿也出现下降 彭博数据显示 目前美国失业群体领取失业金的比例 约为25% 而1970到2010年约为40% 往前看 8到9月的非农数据可能会有小幅回升 一方面 7月的暂时性扰动消退 可能会小幅提振8到9月的非农就业 7月非农偏弱 可能部分是因为飓风等一次性因素导致的 随着飓风的影响消退 部分周的就业情况可能会回升 比如说受飓风影响较大的德州 首身人数在受到飓风冲击后一度明显升高 之后随着飓风影响消退而回落 另一方面 NFIB雇佣意愿回升指示飞农可能有小幅回升 2023年以来 领先指标NFIB企业雇佣意愿对飞农数据的指示力度较强 目前NFIB企业雇佣意愿回升 这预示着8到9月非农可能会小幅反弹 未来6到12个月 在逆周期政策不大幅治后 低于预期的基准情形下 失业率大幅上升 触发衰退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 我们认为 在没有出现明显政策失误的情况下 未来6到12个月 美国经济有望实现软着路 首先消费会有所降温 但财富效应会提供支撑 受到工资增长放缓和缴税增加的影响 2024年居民收入增速预计会从2023年的8%回落至3.6% 不过股市和房价上涨可能会推动居民净财富回升 压低居民储蓄率 实际消费预计会维持在2%左右 其次财政边际会收紧 但幅度有限 截至6月 美国累计财政赤字占GDP之比相对2023年底收窄一个百分点至6.6% 不过二季度美国财政支出的季比折年增速出现反弹 而且CBO6月对全年赤字的更新预测为6.7% 高于2月10的5.6% 这显示全年的财政紧缩力度可能低于此前预期 最后投资会温和修复 地产方面利率回落会提振地产销售 但7月地产新开工回落超预期 地产投资修复空间受限 企业投资预期边际改善 会温和提振设备投资 而且AI带来的资本开支 也有望提振信息处理设备投资增速 不过受大选前产业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 此前受产业政策提振的厂房投资增长可能会放缓 好了今天咱们聊了美国就业市场的现状和前景 虽然7月的一些数据不太好看 但可能存在一些扭曲和扰动 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美国就业市场只是在降温 距离衰退可能还有一定距离 未来我们还是要继续关注美国就业市场的变化 看看它会如何发展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对美国就业市场有了更清楚的了解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